大家好 又是我Audrey 今天我們要講些什麼呢 就要講一下我們的五個法論 這五個法論都包括五個技巧 我之前要講五個法論 我需要給一些新朋友知道 我們學5BAT就不需要做很多佛事 例如我們要念經 要念佛 或者是超度去廟堂 去慘悔 這些新話都不用 不需要用5BAT 我們學5BAT的最主要目的是什麼呢 我們的最終項目的是什麼呢 我們要得到什麼目的呢 我們的最終項目的是什麼呢 我們不是要積福德啊 積功德啊 這個不是最主要目的啊 聽他們說 最主要目的不是啊 不是好的來 不好過隔離 不是啊 我們不是那些寶貝寶貝扣扣 不是的 我們的最主要目的是要醒 A-waken 我們要醒一下 一定要醒覆那個 這個夢幻奈裙 這個假 這個 der 這個game 令到這個world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最主要目的 我們要看出真真的真實上 這個是我們的最主要目的 究竟你這裏是什麽一回事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就是快別人知道 跟著 因為你需要知道真實上 所以你用什麽來知道 就是用心 當然不是這個心 是你的mind in English we call mind 你需要你的心 你的意識 你的思維 全部是內心的 我們需要 因為每一樣東西 一切的東西 都在衛心時速 所以我們需要用心 all is mine ok 在一個菩薩 為摩傑菩薩 都曾經說過 心善道場 你的心就是你的尖場 你的holy war 所以你只需要一個心去做事 就是因為你有這個心 你有很多事可以做 很多事 ok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五個法律 和五個技巧 ok 那我們用心 所以我用心做些什麽呢 就是去看這五個法律 和用這五個技巧 ok 有哪幾個法律呢 就是 官府 婦恩 智慧 法願 和總詞 ok English 我們叫做 suffering 然後看 root cause 跟著wisdom 和 vow and motto ok 不用怕 我們會 遲下會深入下去講 現在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ok 官府 官府 為何我們要官府呢 是因為府在真實上 四聖帝裏面有酷一點 府帝是第一個 帝是the truth the truth of suffering 這個是the first noble truth 第一個 不是因為我們喜歡看婦 是因為它是真的 我們常常說 哎呀不要看那些夢幻泡影 假的什麼 我們不看夢幻泡影 那應該看些什麽呢 看婦 不是因為我們喜歡婦 是因為我們要明白這個婦 so that 我們可以 斷防這個婦 去understand它 跟著我們去解決這個婦 once你understand了 你就是沒有了那個婦 就好像你 let's say 你讀書 ok 你是很不喜歡博士的 數學 哎呀計來計來計來計 計來計 計不定數 but 你又要考試 那怎麼辦 so you ok 八三一話 去明白這個究竟是什麽來的 mathematics 是怎麽用計的 ok 你去understand once你understand了 你沒有加難了 是吧 你都懂了賣另一個數據 哎 搞定 於是你又加難 so 就好像苦 苦你一明白 你一understand 它就不見了 沒有又苦了 就是你understand了 everything都是這樣 一些東西在你面前 你看不到 你不敢去看它 因為你有抗拒 once你understand 去明白那個東西 你一點抗拒都沒有 一點苦都沒有 ok 最緊要我去提它去明白 ok 那有時呢 我們會自己欺騙自己 其實是有苦在身邊 不過呢 不會去看它 去 ignore它 好像是 例如說 即使你去找你很喜歡做的事 例如說 你很喜歡去旅行 年年你都去旅行 是不會錯過的 或者你是一個旅行 接一個旅行 去旅行 去旅行 這個旅行還沒完 我就計劃另外一個旅行 其實呢 是有苦在身邊 但是 你是拿這個東西來 蓋過 或者遮住 不看 所以你是其實在逃避 有些呢 就好像沉迷在遊戲機啊 或者沉迷在日日Happy hour啊 和朋友啊 日日啊 然後十八個小時都在那裡 看戲啊 搞遊戲機啊 沉迷了下去啊 你認為你無苦 你很開心的事 你要來做這些事 不過心心裏面其實是逃避某些東西 有時我們很投入去工作 投入在工作裏面很多咬在工作裏面 你什麼都不管 你身邊的人全部不管 你老婆不管 子女不管 爸爸媽媽不管 你就是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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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真裏面是 你有逃避的東西 你覺得是苦 你不能去看 叫得你是逃避 或叫得你真是迷了下去 你不會知道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承認 其實是有苦的 OK 下一節我們就說 那你觀苦 又在哪一個點觀起呢 我們心裏面又有苦 社會的苦 天災的苦 所以有這麼多苦 我們應該去由哪裏看起呢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是我們的四年柱 英文我們是叫 4 Foundations of Mindfulness 我們的 mind 我們的觀 我們的noting 我在哪裏 OK 這個noting呢就是 觀心不直 觀我們的 body 有些不直 OK 跟著第二個就是 觀受 師父 這個很重要啊 觀心無常 觀法無我 這個是我們的小成 它一流啊 這個小成 這個就是 Body feelings minds and dha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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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叫 OK 我們五月天呢 就不會觀身不直 觀身不直 觀身不直 那意思是 你要吃到 佛藥 在你的身體 因為我們是在家人 所以在這個社會那裏 又會工作 又會照顧家庭 根本沒有這樣的 環境之下 去靜到那麼緊要去看我們 那些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要看苦呢 我們就要直接一點 就看我們的感受 我們的feeling 我們的情緒 這個最 最effective 最有效的 好 OK 我們怎樣去觀 還有用什麼技巧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 就是快PAT 最重要的技巧 最 基本的技巧 就是 臭腎 就是 step back and reposition 我們short form 是叫 SBR OK Oh yeah 我需要講一些英文 是因為 有一些同修呢 他們是讀英文書的 所以廣東話他們有些字呢 太深刻不明白 所以我需要講一些英文 好 so that 他們容易understand OK OK come back to 我們這個 OK 這個 抽身呢 是真的好做的 因為它真的是一個 很 很基本的 技巧來的 很 fundamental 的skill來的 因為如果你不懂這個 其實如果四個 有一些難 如果你不熟這個 好 因為 這個就好像 小學 你讀小學 你讀中學 你讀大學 如果你這個小學 你學不好啊 你中學 大學 你都很加上 就好像 例如 例如說 你小學 你讀 Mathematics 你讀 Language 你讀什麼都好 你如果不學不好啊 你中學是上不了的 因為 你加減勝除 你都不行 你怎麼計數呢 是吧 Language 醫院 你不懂 你怎麼跟別人共識呢 啊 這個抽身也是一樣的 你抽 你不去抽身 去看 去觀那種東西 你根本都看不到 你都沒有去發覺 你怎麼去改呢 就是因為 你又去看 又知道錯 你才可以改 你不去看 你哪知道錯 你的觀很重要 這個抽身真的不重要 OK OK 現在我們要說 第二個法論 第二個法論就是 虎因 the cause of suffering 虎的根源 虎的源頭 root cause 我們要找出這個root cause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找這個 虎因呢 因為 我們有苦 所以我們要解脫 我們不愛再苦 對嗎 所以我們一定要找出 啊 Carol經常說 蛇頭 不知道 頭很艱難 stop 一定找 OK 就像個例子 Let's say 你腳痛 你腳痛 哎呀 為什麼腳痛呢 你看 哦 想想想想 哦 我是吃了一些 紅肉啊 我風痛啊 所以 原來是什麼 原來就是 原來就是口 探食 如果你是 不知道的話 你是什麼 吃藥啊 你拆啊 你搓啊 塗藥啊 是不行的 因為 你 你 你怎麼弄 它 都是不行的 因為你一直 keep on 吃 它就 keep on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是因為 啊 自己探食 那你 stop 吃了 那個湯呢 一天氣都是會泡 啊 就開始一樣 苦都是一樣 你一定要知道它的苦 找出個究竟 啊 那你 就不用 苦了 OK 就不用這麼苦了 OK 我們從哪裡呢 找出個 婦姻呢 啊 之前我們不是說 官婦的 官婦在哪裡呢 在我的手 嘛 So let's say 說你很 shed啦 你不是很 happly 那你就看 哎呀 你為什麼不開心呢 今天 啊 因為芝麻呢 被舌頭畫了幾句 So 就不是很shed啦 覺得自己很shed 啊 這個就是 那個 源頭 那個舌頭 那你 覺得自己很shed 想你很shed OK But of course 我們有很多情緒 在一天裡面 是吧 有時候你很開心 有時候你很激心 有時候你很shed 有時候你很多guel 有很多內疚 有很多內疚 那樣 那樣 So from there 你去找出的源頭 啊 那從那裡找出的源頭呢 你就可以很清楚 你是一個什麼人 啊 從這裡呢 你就知道 你是一個什麼性格的人 啊 這裡呢 就會說到 我們現在人的 探 親 很shed 這個很interesting的 這個是真的一個很大的 學問很大的範圍啊 啊 that 我們要去 去知道 去明白 OK 這個很大 所以我們遲些 再深入 再去講 OK啊 OK The next one will be 啊 我們用什麼技巧呢 我們是叫 去拆 OK 你一定去找那個引用 你要去拆 去好像分 分屍那樣 去拆開來 看究竟是哪一回事 我們英文是叫 Taring 我們拆出來 究竟 啊 這個東西是Mid-E 這個Taring 裡面呢 其實有很多 Mental Work 有很多深的工作 因為 你需要去Observe 你需要去觀察 你需要去 Reflection OK 關照啊 我們Chinese有時候說 關照 關照 就是你可以 Reflect 之前 你感覺到什麼 你要想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可以這樣 這個就是 關照 還有一樣東西是 Contemplation 那意思是 你需要去思維 去知道 去分析 去理解 你要用這些 跟著 你用Investigation 去調查 咦 我這樣用 不是因為這樣 你要自己去 去查一下 這樣 所以 從這裡 你就會很容易 認識你自己 看清楚你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接受你是一個什麼人 如果你可以接受得自己是一個什麼性格的人呢 你很多東西都可以接受得到 OK啊 Alright